当地时间10月10日,澳大利亚航空首趟无目的地观光航空QF787航班起航 于悉尼国内机场起飞,并在7小时内返回该机场降落 其中航程经过昆士兰州、黄金海岸、新南威尔士州等澳大利亚著名经典 让旅客在机舱内享受了一次假装旅行体验 在价格方面,QF787航班售价在787澳元至3787澳元不等 令人意外的是,此航班在开售后10分钟内即售完了134张票 澳航首席执行官艾伦·乔伊斯在一份声明中感叹 这可能是澳洲航空历史上销售最快的航班 此外,澳航还恢复了飞往南极州的热门观光航班 在机舱内感受冰雪大陆风景 尽管如此,该航班依旧一票难求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不断扩大 这种类似无目的地航班的特殊航班 实属疫情之下,航空公司为了回血的无奈之举 写电记者报道